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亦明 嗯 你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嗯 那爸来告诉你吧 好呀 我叫胡亚超 江湖人称超叔叔 我们一笔返乡已经9年时间了 15年7月份来到了山西永继 这几年的时间也陆陆续续的 从自己一个人变成四个人 啊 这是我的小家庭 做哥哥生生 啊 那我们整个大团队呢 从之前的五个人 到后来的十多个人 到现在的家人 我们小孩已经二十多个人了 我们在村庄从最初的一个院子 到现在的七座院子 从以前的一条狗到现在的三条狗 三只猫 我们在村庄主要做的事情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会跟我们的生态的农户合作 按照有机的方式去种植生态的农产品 同时呢我们还会把生态农产品去做一些生加工 以生态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来带动七岩村的生态化的一个转型 你永远不知道你这下一杆 这种鱼了还是空军了 还是挂吉了 虽然我没上过什么大鱼 但是这种守候的过程有所收获 就会很满足 还有一点 就是能够让我很专注 来普华市整三年了现在 现在我在团队里主要负责的是我们产品的销售对接工作 一方面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态农产品销售出去 另一方面是和其他的生态农友一起 帮忙销售他们自己的生态农产品 从这个工作属性上来讲 这是一个主要和人打交道的事情 因为产品及人品嘛 然后我们重新构建的是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真实诚信互助的体系 我是21年来的普韩 参加第17届人才计划学员 结束学习之后呢 我就留在了社系团队工作 我主要负责陪伴生产社员 记录他们按照有机的种植方式从事生产的过程 果子好像真的黄了 和生产社员合作的这个过程 不是说你好我好大家好 其实过程中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我们提供自己的一些生产方案生产技术之后 其实跟农户端生产社员端 其实还是有很多磨合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中呢 我觉得是双方的一种互相学习 比如说最开始我们的生产社员 他们就是普通的种植方式 但是随着我们合作的加深 他们也愿意去尝试一种新的种植方式 开始具有了更多的这方面的一些理念 所以今年当我们有一位生产社员 自己在网上学习那个啤酒可乐醋的一个方法之后 当他愿意去尝试 我自己觉得是特别兴起的 这种过程呢 不仅仅说是我们大家因为利益的牵扯 也是他们慢慢的越来越接受我们的想法 接受我们的一个种植理念 种植技术 我叫黎明 我是22年来咱们普韩这个团队 我的团队主要做的是品轩方面的工作 比如说照片 视频和一些设计方面的相关工作 我很喜欢乡村的这种生活的方式 也很喜欢自己在乡村生活的这种自己的状态 在乡村呢除了你自己的这个工作以外 我有很多时间可以去做我自己喜欢的很多事情 不管是在乡村或者还是在城市里面工作或者生活也好 其实最重要的是稳定自己的内核 就是找到自己的那个主体性的所在 不管是任何环境任何的这种工作模式 你都能去做好一份工作 当然这也是我来乡村以后才有一个体会的 其实乡村它是滋养了我的 在这两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比如说你跟农户合作 它实际上可以改变农户的生产段的一个生产方式 从以前的农化方式改变到现在的有机方式来种植 那从环境角度来说 你可以更好的保护乡村的一个环境 那从这个影响角度来说 我觉得更多的可以让年轻人可以看到乡村不一样的生产的生活方式 疫情之后你会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反向回来 但是年轻人反向回来之后 他实际上也是比较迷茫 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 包括我们团队的成员 以前大家都是从我们人才计划培养这个项目里面团队出身的 我们也没有对外招募过一些年轻人 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村庄里面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大家做的事情也是比较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对外招募 也有本地的年轻人愿意加入到我们团队中来 我们实际上可以为这个乡村更多的去注入一些新鲜的血液 让这个乡村可以发展的更好 现在知道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了吗 不知道 还不知道 等你长大就知道了